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淳 台湾人日常吃到的起司乳酪 几乎都仰赖进口 包括营养又结嘴馋的灵嘴乳酪丝也不例外 从小家里从事食品原料制作的红渣男 本身拥有广告业务专长 一次在年货大街摆摊卖灵嘴的经验 让他发现乳酪丝惊人的销售量 让他决定自创品牌 甚至成立工厂自己生产 他是如何靠着乳酪丝一个品项 烤出近6000万的年营收 跟着镜头一起来了解 这是昨天就做好的这个罗热的乳酪丝 昨天他烤了一整碗之后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给他做敷热的动作 为了让外表省事油鱼丝的乳酪丝 达到酥脆的口感 宏家难说 除了温度的掌控外 不厌其烦的反复加热更是关键 因为农序产品它就不是像晶片这样那么标准 它没办法那么标准化 所以我们就是会去看它的状况 然后再去做微调 游如洗三温暖斑 当初炉热腾腾的乳酪丝 得赶在第一时间关进冷气房 让他们的毛细口迅速收缩 你看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触感 从触感当中我们的经验判断 它就是能够达到那种外酥内软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这现在不能再多聊 我要赶快把它收起来 因为它如果在这个冷气房中 它接触太多的那个冷气的话 其实它也会开始慢慢地有点瘦潮 包装时也得跟时间赛跑 而且动作还要温柔些 因为这些堆成小山的乳酪丝 每一条竟然细到只有两三公里 难怪损耗率也比较高 多达百分之五 一旦你比这个还要再出很多的时候 你又要烤到这么酥脆 它就变得非常硬 所以你会看到市面上说 它拨两次有达到那个粗细度 可是要达到我们的粗细度 我可能要拨四次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我们确实就是比较耗工 这样还有一个致命伤就是 因为我们比较细嘛对不对 然后它很有可能在烘烤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就是变成一些碎 这样就会比较碎的 这个 对 这个就会比较多 别怀疑这大块 在犹如麻花神般缠绕的正式乳酪丝的原型 巴西乳酪的真实样貌 但要想把它打造成刷取的零嘴 得用纯手工一丝一丝的慢慢拨开 很多外面的乳酪丝大概的粗细度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家乳酪丝的粗细度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这样的用意就是要让它酥脆嘛 它让它可以天然异菌嘛 它们做这样子它们会烤的时间比较短 那所以吃起来你们会觉得它就是相对就是软软的 对然后保存性 保存的期限它们也没办法放那么久 因为它们的水分含量比较高 其实我们的黑松露酱的这个乳酪丝 其实是有点像是隐藏版的口味 一开始我其实也是抱着想说就是试试看 但没想到它真的把那个乳酪的味道 它等于就是它把那个橙质感带出来 只见红家男一会儿用大耙子彻底翻拌 下一秒敢用双手均匀搅拌 就是要让每一条乳酪丝完整吸附到 黑松露酱料的独特风味 水瓶座的它总是满脑子天马行空 二十八岁那年不安于只是一个广告业务员 再加上家里从小经商 专门做食品原料的销售通路 让它对各地的特色美食相当手忍 这也让它起心动念 在一次的年货大街玄品摆摊试试水温 其实我们那时候心里有点刷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大家都在用秤的 大家都觉得用秤的划算 可是我们那时候我们一包一包一包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这个模式会有人可以接受吗 那当然结果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还蛮多人喜欢的 然后慢慢的发现当中乳酪斯在所有的品项当中 它拖延而出嘛 那拖延而出的时候你就会对它 你就会赋予很多的想法 你想要让它有很多口味的变化 你想要让它的品质是每次都自己都要能够很满意 但是当你合作的这个生产端 它没有办法满足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那是不是我们也许得要自己去从事生产 从销售走向生产端 门外看的他只能按部就班 从头学起 即便工序在耗时繁复 他也要做出市场差异 不但在口味上每年推陈初心 至今多达12种风味 创业两年后 还把战线从彰化拉到台北百货以及战区 没想到考验接踵而来 我们最常接到楼馆打来说你们家人没有来 所以我们有半年的时间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电话都会啪 结果楼馆打来又没人了 但是我们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就去学校把小朋友请假接着 然后我们就全家人就北上到台北 来 我们这个罗勒的乳酪丝请你吃 它虽然是一个挫折 但是它不算到打击 所以我们一定要跨过那个挫折 我们一定要走出去 所以我们后来等它稳定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复制 新区区的百货 然后在整个东区的百货 我们都有差点 他靠着站上第一线 直接面对客人 以及琴跑科技厂百大企业的福威展售 让销售成绩一路飙升 创价每年五六千万营收 拥有二十年设计师资历的太太许淑华 则是一手打造客制化礼盒造型 为什么要设计这么多格是因为 其实它是有一个寓意嘛 它就是十六格嘛 然后日日是好日 可以一天开一格 那我收到这个礼物的人我就很开心 我就是这十六天 我就每天吃一个 其实已经不是在吃了 是一种就是享受这样子 会让我放弃念头的都不是这些挫折 如果说我这件事情 我看不到它的未来的话 那可能在做这件事情 就会觉得索然无味 但是好在我们发现 我们这一个这样的一个产业别 它可以跟在地的整个洛容产业做结合 而且刚好他们也有一些产业上面的困境 那这件事情可以透过我们彼此互相去提供一些资源的整合跟帮助 我们可以让彼此的产业是可以脱困 甚至可以走向国际 这些年洪嘉南亲自走访各大牧场 他说唯有真正走进牧场才能深刻体会 台湾懦弄得辛苦与无奈 我们无数客都要去观察 就是像假设它吸的奶 它奶变少的话 我们就要赶快把它关掉 然后它就让它回去 如果你一直吸一直吸的话 它会痛 然后会这样破炸 也会导致乳房炎的发生 真假发炎的事 对 台湾人做这个鲜乳 他就想要做的跟人家不一样 想要做的比较更好 所以牛吃的这些精料也好 或者是木草也好 它都可能远度重养 或者是它必须要调配 非常多的营养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滋养成本相对一定更高 生根乳酪产业已超过17个年头 洪嘉南想做的事还有很多 这些年他的目标是能陆续和各地落农合作 开发更多商品 希望被净孔奶冲击的台湾落农业 能危机变转机 很沉重 我们其实前几年就已经开始在烦恼这件事情 我们一直在想说 台湾能不能去发展一个所谓的 竹落的一个产业链 然后用赞予的银员 然后去发展台湾物色的竹落 就是我们一直想要做的 如果我们是在 如果要往不管是跟学生单位 我们真的是算很先驱 因为其实台湾之前都没有人在做这个有关这个 没有人想到说 原来台湾的深入也是可以做成竹落 因为不是只有国外才用 其实 牛面菌的牛奶 我们这样温厚空在35度系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加银乳酶 然后虚拟效果更好 洪嘉南花了几年的时间 终于找到有志一同的微生物发酵专家 但光是要把生煮发酵成辣丝乳酪 整个团队至少研究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我们的丰会是靠主专注 所以每支微生物跟人一样 每年的特殊专长也是一样嘛 比如说应该放在几度系 应该几度去做这件事情 什么时候调味 所以这个过程虽然不是很难 可是很烦 很渣 然后我们慢慢把它破解掉 静置一个小时后 产生像豆花般的乳酯跟乳清 必须过筛分离 接着再用旋转加压的方式 把里头的水分完全沥干 乳酪会放长起的一个发酵 我们等一下不要发酵嘛 对 那乳酪又高蛋白的东西 所以很容易污染 脱菌污染 基本上我们怕这个东西会加高原 你用生脱鸭抑制起来脱菌的污染 主要是生脱鸭就对 对 难怪全世界我吃很多乳酪 基本上它们都 不只 很多 这种原理用它很多 经过特定的条件低温发酵后 如同棉续般的乳酪已有了独特风味 这时再用80度高温的乳清 帮它洗澡 拉丝塑形 鲜乳变成乳酪这个制成 之前台湾好像都没有特意发酵 是因为成本的问题 其实台湾在维生发酵 这一块也是蛮厉害的 但国外的乳酪又那么进步 又那么成熟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里面玩花一样 这目标是将 希望将台湾农作物的元素 能够结合在一起 也发展出台湾特有的起始 你今天做这件事情 就不单单只是为了赚钱而已 对 你可以去发展台湾的一个乳酪的产业 这是台湾目前没有的 你可以去让这个落农产业 它有不一样的一个加工的选择 让什么落农产业可以永续 那它如果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比如说贸易自由化 还是说整个产业结构的原因 造成它慢慢萎缩凋零了 那对台湾人来讲其实也不是好事 现在的洪嘉南只希望透过产业的链结 帮台湾的渗乳找到新的转型机会 延伸鲜乳的无限可能 或许有朝一日 真的能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经济价值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许多人对于素食的印象多半就是清淡 但有人就把川味放进素食里 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这间在云林的素食代工厂 他们不但是全素产线 而且四十几年来始终坚持 以纯手工制作素三生 棒棒腿等素食产品 并外销到欧美二十二个国家 不小的家业 原本第三代独子张令人是排斥接班的 会返乡回来接手 全是因为一个人 他是如何走过创业惨培的低潮 靠着家常味的纯素即食料理 拼出近五千万年营收 带你来看他的故事 就把它炒香 像角度一样把它炒香 我煮的素食不太像素食的原理 就是因为我之前是无肉互换肉的人 我只是把混在东西换成素的一个东西 有没有 很麻的感觉 很辣的感觉 有别于一般人对素食料理的刻板印象 来自中国重庆的唐糖 特别在麻婆豆腐里添加了这一味 很多人说我用大红宝 其实我们当地人大部分 90%的人都会选择青花椒 因为它来自比较香 所以我们的辣椒酱的灵魂就是来自四川的辣椒 这个花椒 就是上面切斜切不切断 下面斜切不切断这样 蝙蝠明我想象的还有这条看似不起眼的素五锅鱼 在糖糖的巧手之下 淋上特调酱汁 立马摇身一变成为色香味俱全的糖醋鱼 所以我煮的菜不会说很清大或者是怎么样的 就是比较稍微重口味一点 就是你在我之前吃荤食的时候怎么煮的 怎么吃的那种口感去把它找出来煮成这样 我就跟喜悠讲说 要进来我这个地方是一定要素食 要不然因为必定是要接这个事业 你本身没有素食的话 要接这个事业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困难 后来它接受了 为了爱 糖糖不但放弃了在台北的医美工作 甚至改变了三十几年的饮食习惯 因为它的夫家从1980年就在研发塑料里 像这款素三生就是他们的起家产品 到现在都还是得靠员工挤压成型 这个都是在台湾成长市场其实你可以看得到的产品 那像我们有一些产品无锅鱼 无骨鸡 他们有客户把它带到美国的华人的超市 澳大利亚的超市 那最近还有那个香港的超市 第三代接班人张立仁说 光是外销到欧美就超过22个国家 更别说台湾的需求有多大 但他们的产线是百分之百纯素料理 所以制程上不但更加繁琐也是层层考验 我们做成纯素之后我们的蒸煮的时间多了一倍 那多了一倍你海苔蒸越久它很容易就软掉 它就很容易开来就破掉了 所以我们还请厂商另外帮我们开发一个 比较耐温的可以长时间蒸煮的海苔 而这海苔里包覆的植物肉 其实就是大豆分离蛋白跟大豆纤维的两种结合 不过大豆纤维打成丝之前 其实是一块块植物组织蛋白 泡完水再脱水 它流程蛮复杂 它是烘干过的 对 必须再把它泡水完以后 再把它软化 软化那个呈现它的那个迁迷度 也就是它里面的扇数迁迷 就会呈现在里面 然后再脱水 我们再去打湿再重煮起来 这个就是没有水没有脱干的话 也会坏掉 一定要把水脱干 它一点打湿 早期都要用手锅 锅开一丝一丝 创造它那个纤维的感觉 它现在比较进步的 有机器的 你看这样柴汁就会像有纤维的感觉 纯粉搅拌后 植物肉的素浆总算完成 您绝对难以想象 员工们光是一天要捏出的 棒棒腿多达三万只 最憋出心裁的是 就连鸡皮也仿得微妙微笑 这也是豆皮 这是千张皮那个豆皮 我们的鸡腿呢 它那个骨架是用甘蔗 因为甘蔗呢 它会比较营养健康一点 那一般你会看到很多 可能有些人会用木棒 那我们会觉得木棒 它可能会有漂白的风险 那我们就选择用甘蔗比较天然 所以甘蔗是一只一只用手去切 切到我们要的那个大小跟形状 向来要求完美的张立仁 不仅仅是把棒棒腿的外观 做到逼真传神 就连吃起来的口感 也得像肉质一样 软嫩中带点Q度 这个方法 我们还在材料里面买温度计 然后送进去 然后用电脑监测它的温度的变化 然后最后才发现到 一个最完美的温度 才有办法做出我们要的口感 纯素无弹污染的技术 我们做这个 要到这种口感呢 我们其实前前后代 花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才摸到诀窍 才让这个东西吃起来 是Q弹的 而不是烂烂的这样 别看张立仁对塑料钻研的 相当透彻 想到出年少轻狂时 他根本不愿回来接班 以前我大学考试都想要念体育系 但是我爸就逼我要念气管系 就是跟管理学院相关的这样 都觉得你做任何事情 你讲任何话 其实都是被压抑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想要证明给他们看 被反对而反对 正因为张立仁是家中唯一的男丁 所以他从小到大都得遵循父母的指示 殊不知这股叛逆因子日渐发酵 大学毕业后他悟性朋友出来创业 没想到却惨赔进入六百万 去标会的钱也拿走了 然后我妈的十八千也被我挖走了 然后我爸进来的货款也被我搬走了 这样 因为我很想要证明给他们看 起料天不从人愿 这下张立仁非但没有让父母刮目相看 反倒更羞于面对家人 那个时候其实就会很低潮 然后好像怎么都做不起来这样 但是那个时候如果自己一个人 是根本也没有人可以诉苦 你要跟谁讲 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我就遇到我老婆 好在遇到她 我低潮的时候 人生低潮就是通通都是她陪我 生命中的真名天女 不但在她人生低谷时拉她一把 甚至在她迷惘时给她指点鸣金 她就说你若不回来我就不嫁给你 因为我爸爸是医生嘛 所以他希望我接他的那一份心 是因为我是打针 其实我是害怕看到血跟针的 所以我没有继承他的医生这个部分 但是我希望他也不要有遗憾 就是接爸爸的真正实验的这一份心 2013年张力仁返乡扛起家中重弹 这才发现光是每天要生产500公斤的 纯素贡丸就是一大挑战 员工们各个被时间追着跑 淡素的贡丸做出来 其实它可以慢慢让它成型是没有问题的 那纯素的贡丸 你如果把它搅拌均匀完成 我们要成型的时候 如果你在时间内没有让它成型 它就会硬掉 它就没有办法成型 这一锅的贡丸就没有用了 我刚回来学的时候 我跟客人打关系打好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只强调 要价格 要价格 就是你要便宜便宜便宜再便宜 但是我们的东西制程是很复杂的 所以那个价格真的没有办法跟人家拼 所以我们就转门跟协助餐厅做客制化 像这一道人气料理三杯猴头菇 就是堂堂试了无数次 失败上百次 最后才找到最对位的黄金品力 这一次这个姜可以吗 姜很好这一次 它炸得比较久一点 而且姜都会比较香 素食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三杯一定要放那个蒜头 但是在素食的话 它要去掉那个蒜头 又可以又香的 才会呈现出它的三杯的味道 在这个部分就是试了非常多次 才会达到今天的效果的 一般淡素的猴头菇呢 蛋会把这个纤维跟它的毛细桶都堵住 所以他们在另外制作料理的时候 不容易入味 你会你必须要 他们就必须要在猴头菇前段的时候 就要先调味好 所以它的味道就会没有办法 让厨师发挥它的功效 那我们的纯素猴头菇呢 你会看到它每一个毛细孔是有的 但是它的口感其实是很扎实的 它可以让饱水度很够 我们的汤汁其实很容易吸进去 无需淡意也不用蛋白粉 就能把纯素的猴头菇料理 变得软嫩多汁 堂堂说即时料理的出现 只是一个无心插柳 当初只是想把荤食的美味揣摩到全素上 没想到竟碰撞出普通火花 等一下就先降温冷冻 它就会比较好一点 我们做调味食品 是为了要服务更多吃荤的客人 让他觉得 我如果素食的调味食品做得更好 吃荤的人他就会接受这个市场 我们就可以服务到更多吃荤的客人 所以我们主要的主打客群 不是吃素的对象 我们的目标是 你吃荤 但是我让你吃到一餐素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少吃一餐肉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其实素食的 素料这件事情 不是那么的不健康 也不是那么的不好吃 而是我们把最困难的那一段 帮你解决的 我们要让人家吃得更方便 即使冷冻调理食品竞争市场激烈 但夫妻俩深信 没有建立自己的品牌 才能做出市场独特性 我记得我刚回来学的时候 我们大概是一年大概一千出头吧 这两年统计大概三四千三五千左右 所以成长幅度其实蛮明显的 从小厨房到大规模量产 年轻世代只想用行动证明 素料理不是只能清淡 全新的家常风味 将翻转大众对素食的局限于想象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抽一杯玫瑰茶 煮一罐玫瑰酱 这是玫瑰庄园主人郑宇超的日常 听起来很浪漫的生活 一开始是为了抒压 让原本在家族经营 鼓舞加工事业的郑宇超 开始种起树玫瑰 就这么种出了兴趣 也开启了郑宇超的新人生 决定专心投入之后 为了增加玫瑰抗病力 他自己学会嫁接 但受到病虫害和暴雨的欣喜 造成植株死亡 收成大减 让郑宇超一度想放弃 于是他把玫瑰改种在温室里 也开发出花茶 纯露 冰淇淋等加工产品 从绽放的玫瑰粥 得到前进的力量与勇气 我来介绍这朵非常有名的玫瑰花 它是来自于日本的一朵棉花 非常地香 它的名字叫羽毛 它有一种浓郁的莫药香气 那这朵玫瑰花不仅不会色 而且口感会回甘 这样掰下一片 然后慢慢地 在你的口腔里面 会散发出玫瑰的香气 家里阿里山脚下 这满园子玫瑰绽放的芬芳 不时有游客造访 郑宇超总是敞开大门 不练习分享 那我们借着这一朵 有机玫瑰花来 做我们深心灵的体验 来芳香我们的心灵 第一步就是闭上我们的眼睛 然后深深吸三秒 然后吐气三秒 你就会感觉那个花香 在我们的皮腔 然后通过脑门 然后后扫里面 这样一直在运行 可以觉得整个喜乐 就自然地笑出来了 让我们的烦恼忧虑 套在脑后 玫瑰的香香和缤纷色彩 不仅让游客惊艳 也疗愈了郑宇超的身心 带给他满满的信心 当春天来的时候 或是冬天来的时候 玫瑰它所散发出 那种喜香之气 那我闻到以后 就觉得非常舒压 很感动 所以有时候看到玫瑰的 绽放的热情香气 使我们有一种 坚持下去的一个勇气 园子里种了一百多种玫瑰 颜色 香气 姿态各异 每一颗郑宇超都如出家政 这一颗是非常漂亮的 咖啡时光 这个非常古典浪漫 而且它的香味 淡淡的香气也不错 那通常在花 它的花心快要打开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剪下来 等一下会去做花茶 那来介绍一朵 这一朵叫做丹瓣玫瑰 丹瓣的玫瑰 那什么叫丹瓣玫瑰 就是它的花瓣是非常的少 有可能就十片以下 丹瓣玫瑰你很清楚可以看到 它的花心跟花仁 这朵花是非常的有名 来自于英国的一朵明花 有英国的大卫奥斯丁 这个研发者 他所研发成功的叫做朱丽叶 罗宾欧以朱丽叶朱丽叶 它非常的可爱 又有婚礼之花之称 那它有一种淡淡的蜂蜜味 那种闻过去后 整个心胸就被打开一样 很舒服 而且它的香气迷人 把它剪下来 有机种植的树玫瑰 不但花香诱人还能食用 它的香气是属于浓香的 哇 它用陶醉在香气里面 很喜乐 而且它的吃起来口感很棒 对 直接吃 它的口感很棒 不会色 一般红色的玫瑰花会色色的 但是这朵玫瑰花芭蕾舞曲 它不会色 沉醉在玫瑰花的世界里 郑宇超会投入树玫瑰种植 其实是人生的意外 过去他在家族经营的 股粉加工事业工作 因为行销推广的压力大 在朋友的介绍下 种起了树玫瑰树芽 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 就买了300棵树玫瑰来种 那没想到树玫瑰越种越好 花越来越多 然后特别玫瑰花的颜色又很漂亮 所以就那时候思考 就毅然决然地转叶 但如果买整棵树玫瑰来种 动辄一两千元的价格 投资成本太高 于是郑宇超自己学会嫁接 嫁接锅的雅典在这里 这些都是嫁接的玫瑰 那为什么要做嫁接的玫瑰 我们叫树玫瑰 为什么要做树玫瑰 因为树玫瑰有几个优点 第一个它的生命力比较高 它是因为用下面这个野强威 去做它的真木 然后做它的底 当它母本 然后去改变它的生命 让它生命力更强 抗病更好 然后花苞也比较多 以后长得比较强壮 虽然用嫁接的树玫瑰 生命力和抗病力 都比传统灌木形式的玫瑰强 但毕竟它喜欢冷凉的天气 高温潮湿的台湾并不利于生长 玫瑰最适合的温度 在18度到28度之间 那我们台湾的夏天 有时候甚至都高达35度 很高 那所以玫瑰很难在这种 炎热的夏天还度得过去 所以它有机玫瑰的产量 就会少掉很多 加上这雨昭是采用有机种植 病虫害也很多 这就是橡皮虫 两只刚好正在做爱做的 然后它会把那个玫瑰的心 整个注下去 刺下去 整个玫瑰花苞就不见了 这是非常严重的害虫 在户外很多橡皮虫 即使是种在温室里的玫瑰 也难逃害虫清洗 这个是玫瑰主要的害虫 这个叫牙虫 牙虫它一直会吸玫瑰的认知花苞 然后造成玫瑰很严重的危害 牙虫繁殖速度很快 牙虫没有软 它是从屁股直接生 一直生 三四天就生一只一只一只生 密密麻麻的 但有机玫瑰不能喷农药 郑宇超就自制有机之材 防治宠害 这一次我们是用橘子皮 用橘子皮去做了一个橘子精油 然后准备喷在刚才能看的牙虫上面 以泡剂 加进去以后 它会成为一个起泡的作用 一层油脂 然后把那个牙虫焖死 备受呵护的玫瑰尤其娇贵 也让郑宇超的玫瑰人生面临重重考验 特别台湾的夏天 很容易下暴雨 一直下下这样 即使没有台风的时候 那个下的暴雨 流量非常激烈 灯部会积水 然后整个积水又 就会 整个蜘蛛就会死亡 对 损失力就很高 然后下完雨呢 天气突然又变炎热 往哪里走 有可能比如说冠型 它一次可以收10公斤 我们游击可能只能收1公斤 就不错了 特别让夏天更傻 种了两三年之后 郑宇超觉得户外种植难度 实在太高 为了减少暴雨和虫害 对玫瑰的伤害 他不惜贷款盖了一座温室 以为从此顺遂 没想到在2023年 经历种玫瑰以来 挑战最严峻的一年 特别就是2023年 玫瑰的寒冬年 因为又遇到台风 又遇到长期的暴雨 还有天气非常异常的炎热 玫瑰最怕热了 热它就长不好 很容易生病 热障碍 所以我们本来户外很多玫瑰 现在都死掉了七成 辛苦栽种的树玫瑰损失惨重 让郑宇超沮丧到想要放弃 但只要闻到迷人花香 看到艳丽多彩的花朵 就给了他继续种下去的力量 每每心情很不好的时候 但是一闻到玫瑰的香气 喜乐的心便涌上来 所以那句话讲的 喜乐的心是良药嘛 种上了玫瑰以后 就会爱上玫瑰 我们会先挑花 整理花 比较漂亮的整朵就放这里 会整朵下去烘 会整朵干脏 郑宇超细心整理 刚采收下来的玫瑰花 准备烘干做成花茶 这就是皇家胭脂 非常的香浓 剥花瓣的时候 不是这样一片一片剥 不然会剥很久 然后我们就这样抓住以后 这样整个 整个撒下来 这样就一次就 哇 这个秋日胭脂 哇 醉了 盛开的玫瑰虽然绚丽浪漫 生命却也短暂 短短几天就会凋谢 郑宇超也发挥过去 做食品开发的专程 把玫瑰花做成加工品 延长他们的生命 这么漂亮的花 就让它凋谢太可惜了 特别是有机的嘛 然后我们就 我们就开始思考 如何帮助它 能够把美丽留下来 把香气留出来 然后把养生留给我们 像这个株丽叶 很完整很漂亮的 当作整朵的花茶 把它排好 一朵一朵的排好 放好排好之后 我们就会放到这个 干燥箱里面 多次尝试 这宇超才找出烘花茶 最适合的温度是50度 经过一天的烘干 仍然保有玫瑰花的亮丽色彩 太高温 颜色会变合掉 不鲜艳 很难看 而且花青树 会跑掉也不好 这就是经过我们一整天以后 烘干之后的一个玫瑰花 花瓣非常的漂亮 颜色也很亮丽 而且香度很清香 非常的视觉效果 变分亮腻 然后热水冲下去 那个香度也是非常的好 就把玫瑰花放进去 玫瑰不只能食用 还能做成保养品 他也特别去学 如何用铜锅蒸溜出玫瑰唇露 比如说我们放一公斤的 新鲜玫瑰花下去 如果按照一比一的浓度 出来就是一千细细 整个蒸溜过程 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 为什么要选用铜锅 铜锅做出来的纯露 比较香甜 因为它导热快 这是我们蒸溜好的玫瑰纯露 那这个装瓶之前 要把这个吸管 这个瓶口做一个消毒 然后这个玫瑰纯露 香度还不错 很香哦 农场里的人气产品 还有玫瑰洛神义式冰淇淋 酸酸甜甜的清爽口感 玫瑰花瓣点缀其中 吃冰淇淋也能很浪漫 在玫瑰的世界中 郑宇超重新找到自我 即使玫瑰交味难重 遇到的挑战很多 只要看到它们五颜六色 各自绽放 就有了勇气和力量 它的玫瑰人生 也能更坚定的走下去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虽然没有雄厚资源 靠着足够努力 照样可以成就一番大事 嘉玉璐子有位职业师蔡成哲 起先只是把纸糊当成兴趣 后来决定专心投入神像的创作 神像表情续续如生 脸部皮肤皱纹 肌肉线条 微妙微笑 可以看得出相当费工 也让他每尊作品至少得耗时一年 朴子佩天宫其中一对千里眼 和顺风尔将军就出自他手 最近几年他也开班授课 积极推广指红工艺 神情威延走起路来 威风引领气势非凡 嘉玉朴子佩天宫的千里眼 和顺风尔将军 其实是用纸做的 一直以来 妙方仍保留着纸糊神像的传统 技术传承一直在断层 如果你要保留原创这个传统 我们佩天宫是要选择主委的地 因为我们每天宫 他将军的帖都一直不够 但是我们的帖 以全台湾省这些麻祖庙来说 将军的帖很漂亮很重要 四处收集资料 请教庙里的前辈 旨意师蔡成哲 前情后后花了十年 才做出这两尊将军头 有这个飞燃牌的部分 真的这上面是什么 为什么要做 我们要去了解 了解之后 我们可以把他的精神 可以把他的一些 他的灯果种种 做出来更好 神韵 他的精神 才能够 不是跟他多票钱而已 就是他的精神 蔡成哲就住在佩天宫对面 身为庙口之纳 将军的形象 早已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 他的指壶神像栩栩如生 动作表情生动 详细刻画脸部皮肤皱褶 不仅是传统的神像 蔡成哲也将创作触角 延伸到现代化的风格 让指壶工艺 也能与时俱进 设定的 那我全部的工法 都是用建筑衍生出来的 我就把这些神像 依据这些透视原理 然后组合起来 人家是工人 建起来变家 我组合起来 变成一个艺术品 神尊 没有美术背景 也从来没有拜师学艺 蔡成哲无师自通 从事纸糊创作十年 当初光是要找到适合的纸张 他就测试了很多种 我们的作品 要精致比较高的地方 的作品 我们就用这个薄刀 因为这个薄刀比较厚 比较显现它的纹路出来 像这个比较大 或者这个面部的 就比较不高 我们就用这个 传统的水泥杂 这种原素的水泥杂 它是天然的 它没金过法封 它这专业的名称 它是作原木纸张 如果按整 它纤维才能照出来 一定要用手杂 以前来说 我们这个刀过的作品 他们都是用金刀 但是金刀 这也是天然的东西 天然不是说不好 但是它就是糖的材 纸张不是拿来就能贴 如果不经过浸泡 就无法塑形服贴 经过充分浸泡变软的纸 还得冰在冷冻互保存 防止水分散失 你不删两层 因为你两层有没有 它会湿水会脱水 冷冻它会保水 保水会锁在里面 就是这样有没有 我们早上的冰箱都会冰座 你要退冰 比较热 不是 比较厚 只是纸张的处理和保存 就已经很搞刚 进入糊纸的阶段更是繁琐 先制作矽胶模具 再用白胶上纸 我们就上纸了 在我们这个模具上面直接贴 这个作品的大小 我们去决定它要贴的层数 像这个大小 差不多30公分的作品左右 我们就贴个 差不多12层左右 走进纸壶的世界前 蔡成哲原本在台中开公司 经营法拍公告报刊 应收账款的事业 某天他闲来无事 摆了一块木头 想要雕刻配天公的将军头 没想到从此开启了他的创作路 突然间一个灵气一动 在想说我们配天公的将军 80年100年前 他就是用纸壶的 就是一个巧思而已 然后就拿着卫生纸 在我失败的木雕作品上面 用纸去壶他 工作同时他把纸壶创作当成兴趣 直到法拍业务逐渐萎缩 蔡成哲干脆结束掉公司 搬回铺子 专心投入纸壶工艺 这些神像的面部表情 我只能拿着一个镜子 在制作当中去揣摩 用我自己的脸部表情变化 凶恶的就装着凶凶的脸 还是和善的慈悲的 就把我们的表情呈现在这个作品 仔细一看 蔡成哲的纸壶神像 表情跟他颇有几分神似 为了让作品更完美 他也经常走往庙宇美术馆 观察各式各样的神像雕塑 不断精进技术 慢慢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技法 但随着作品开始受到重视 卖出好价钱 名利双收的他 却渐渐迷失了自己 在五六年前吧 有一次就是 我做了这个佩天公的将军神将 就差不多一公尺高到一队 那时候我那时候的市场行情价 在一队三十万 台币三十万 我想说我这一队或者这十尊十队 三十五万乘以十 那就三百五十万了 好不好赚 好赚啊 就真的哭哭哭哭 那一年就做了十队的将军 可是做完之后 自己门心里问就是觉得 这是我要的吗 后来就把这十队作品 就直接把它销毁掉 不以量产牟利为目的 回归初心 蔡成哲只做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充分享受创作的乐趣 还能沉淀心灵 修身养静 你就是搭一顶 一顶一顶搭 你要等你搭 你像个人他没搭 你一定要把他转搭 你才能继续搭 从胡纸 勾勒塑形 彩绘 研磨到组装 指乎神像步骤繁复又耗时 每件作品至少耗时一年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长时间地用眼 加上使用3D裂印 雷射弓的刺激 导致蔡成哲 离患了白内障 它射出来光是一个激光 照理说它有它的安全防护 这个要关起来才能切割 它因为我不放心 所以我会一直做一直看 然后看看这个对不对 后废眼力的纸糊神像 除了传统的硬身神像 还有四肢关节可以活动的 软身神像 这是柯的部分都活动关节的 这个全部这些筍头啊 插销都是纸做的 这个脚垂都可以动 这尊软身妈祖的身材比例 还要跟座椅高度相疲惫 这个作品也被 菩子刺绣文化馆收藏 这张肚固 再搭配当地老师傅 手工刺绣精美华丽的神明衣 阮山妈祖神像 更显庄严尊贵 根本看不出是用纸做的 但纸糊的神像 尽管耐用程度不输目标 却也经常被质疑不够坚固 这是一个好爱的作品 它是五十一丁 我们今天就是要用我们这个车 去改靠 用电子去改靠 看到底有什么承载落大 我会有重力 到盘也不然有往事结果 就要做试验 你看这个 真是很强 这个车和我的重量 也差不多一公吨 这样够过 太强了 你没有摸的时候 你可以看整体的感觉 不能在摸 整体的肌肉表现线条的部分 从事创作之余 蔡晨哲也投注部分心力 开班授课 推广指虎工艺 我觉得传承车这两个字很重要 有的人说 蔡晨哲可以做一些代表作 代表性的作品 我自己想想 在制作当中想 你一直够一直够 再怎么样成就还是成就蔡晨哲个人 你要达到推广 你就要办教学 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 还在念国中 也有蔡晨哲从前的员工 为了跟他学纸糊 特别从高雄搬到莆子住 这个是丝头 一开始只是姓氢 慢慢你都要变死了 像这个就是 兔子那个独有的将军 做这个地方上如果用得到 就可以那个贡献出来 其实他也没有跟我们讲过 他就在FB一直拔一直拔 然后他又不是用蔡晨哲 他用一个艺名你知道吗 他看看他看到后面 有一天都突然发现 这不就是以前就是大哥吗 以前我们都叫他大哥 大哥现在怎么在用这种东西 可是其实你知道他用这个 你也不会觉得奇怪 因为他本来就蛮奇怪的 蔡晨哲也希望 学员们在这里学到的 除了指红工艺 还有心灵层面上的生活 那这个高座 和你的静坐啊 还是都合钢琴啊 这都是异曲同工之妙 都可以修正养性 那在做的当下 慢慢自己的把心静下来 去完成这个作品 以前我可能觉得我自己在 就是这些美学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的做得那么的好 学了这个之后我发现 其实只要肯学肯做 其实都做得到 不藏私的分享 志在传承指红工艺 无师自通的蔡晨哲 靠着一己之力 用心钻研技术 默默耕耘十年 用他的意志神功 胡出创作新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